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Fuon画面 那在首页里面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练习 我们来练习这个三色灯的这个Symbol 这个Symbol怎么使用 所以首先呢我们先来这边 先创建一个新的画面 新的画面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Test 1 Test 1 这边就可以改变你的画面的比例 比方说我把它用比较小一点好的 iPad mini的比例 比较小一点的按OK 那这个就是一个Fuon iPad mini的画面 那接下来我们来在这个Drop 这边来找一下Symbol 点一下 来找一下我们的三色灯 好那我们的三色灯呢是什么 好看一下 我们的三色灯是属于 这个Lite 这个Lite Lite 8CAN 这个开启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三色灯 的一个Symbol 好就完成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看一下 在下方这个Symbol Tag edit这边就需要有三个Tag 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Fuon的这个画面呢来增加三个布铃的点 第一个点是绿灯 GREEN 这个BIT 布铃 好第二个是 橘灯 OR ORANGE 好第三个是我们的 红灯 好 确定 好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来点到ORANGE这边呢 好再右下 这边 好三个点点点进来 好这时候我们就选择我们的Fuon Edit 好 Fuon Edit 选到GREEN 选到Green 好那选到Green之后呢你就要来定义咯 好 当我的Green等于1的时候呢 等于1的时候呢 我就要让它呈现 好这个图是要呈现为1的图 好那如果为0的时候呢 就为0的图 OK 好那一样ORANGE也是一样 ORANGE 好当我的这个ORANGE的资料为1的时候呢 我的图示要显示为1的图示 ORANGE为0 我要显示为0的图示 好 最后一个 绿灯 红灯 好 红灯 V1 好 这边 V1 OK 好 好那我们来Copy第二个看看 好这边复制 贴上 第二个 好那我们来把这个 这一个 好这边做个反向 好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边查译是什么 这边都来个 来做个反向 故意来做个反向 好那这之后呢 我们要来模拟 启动模拟 好那问我们要不要储存 好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Safe ORS Safe ORS 好 Safe ORS 成另外一个档名 比方说就 Test 1 Safe 起来 好 我们来执行 好 所以这个时候启动 好 启动 它就变反向 好 它就变反向 好那我们也可以 不要启动 好 像说 这边 停止启动 好停止 好 那就是由 我们来控制 好 这就是正向 这就是反向 所以当Tag等于1的时候呢 我就亮1的图 好 然后就跟它反过来 Fail 好 True Fail True Fail OK 好 那这边就可以 好 让它自动去 去变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 第一个 三色灯的 这个 练习 对 对 我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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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